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部分 我叫黃國超 我現在在靜宜大學的台灣文學系教書 那我在1990年參加更新文教院 在台北的更新文教院的3D部隊 然後因緣際會的我介入到新竹縣的監視校去工作 那我的世代比較有趣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生長在那個解嚴跟戒嚴 然後矛盾跟鬥爭的時代 所以我們在那個年代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啟蒙 特別是透過人間雜誌的閱讀 那我在離開章號高中的時候 我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我成立了章中的學生會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那個時候離開章中校門的時候 我高中唸了很久 高中唸了四年 因為我在編校三 那個年代大概就是 你只能從我意裡面去尋找你的出口 那所以我那時候大家就確認我 就是要做人文的工作 然後我就到台北去 那因緣際會 我唸的是新聞系齁 大學唸的是新聞系 然後我90年進入到師兄唸新聞系 然後我沒有走新聞 因為我在大學一年級 就是因為去監視的關係 我看到剝落非常多的貧窮問題 健康的問題 醫療的問題 公共衛生的問題 在1989年到大概1990年左右 台灣有三個很重要的 就是三大廚技鄉 一個是花蓮秀林 一個是桃園的復興鄉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的剝落 新竹的監視 那我在90年的時候 我進入到剝落 我看到了很多剝落的貧窮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讓我很驚訝的現象就是 咦?常常有小朋友在問說 啊你去跟你姐姐 你去跟你阿姨做一樣的啦 然後我想 啊這是什麼事情 然後後來我再慢慢的 比較熟之後 我再慢慢摸孩子 然後他發現 哇 原來我出的剝落是當地 就是戰績最嚴重的兩個村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留下來 就是那邊非常非常的貧窮落後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可以工作的地方 這個地方才是需要人來的地方 所以我就下來了 那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我就在那邊扎根經營 然後生了22年到現在 然後 我等一下有機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那個年代在大概90年 我看到了這些台灣的長期問題 基本上台灣的社會 跟台灣主流的社會很習慣於 就是 怎麼講 就是對那些受害者或者是弱勢者 再補他一腳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一個很清楚的階級意識的話 你其實很容易用資本家的立場跟角度去思考 這種階級的問題 或者思考社會的問題 或者思考社會的問題 你看到弱勢者 其實我好像車去弄就是三下 你可能會 你最後你會屈服於權力 屈服於他的power social power 那這個是我在我的課堂裡面 我一直在教的學生 不要那麼軟骨 那 我希望你學生並得懂 OK 那我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90年 我離開了 因為倉級這個問題 然後 婦女救援基金會 就開始在那邊做倉級的家屬調查 然後 販賣人口的調查 然後 我離開 離開私心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 無力 就是 我覺得我好像不能夠解決那麼大的問題 不管是貧窮的 健康的 家庭的 要不要去擔心這 我那時候一直在問 然後 後來 後來我就去國會了 我想說 他馬的 不然我就去當 立把算人 就是到立法院裡面去立法 然後去弄預算 然後用政策 然後 來改變 我看到的這些不爽的事情 然後 我就去立法院待了四年 讓國會助理 那 四年的時間做了很多事 當然包括就是 馬鄉水庫 然後包括說幫蘭嶼 做反核廢料等等的工作等等 然後還有就是 像現在原住民姓氏條例 跟原住民教育法 都是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跟其他幾個人 一起 一起拼出來的 那但是這還是有些問題 因為 畢竟台北不是部落 在台北要做部落工作 還是有些 還是有些問題 我在九七年 年底 離開立法院到台東去做社區規劃室 做原住民的社照 那還蠻好笑的 我在九七年到台東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一個先議員 一直擋住這個社區營照的 的案子 因為在那個年代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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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社區營照還沒有人 沒有人知道 就是還不太流行 因為九九六年陳其南 其實才開始推嘛 那其實大家都還懵懵懂懂 都還在摸這個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九七年在台東的時候 我們去拜訪那個 在議會裡面 卡住這個案子的一個議員 那個議員叫徐慶元 也就是後來的台東縣的現場 然後呢 我們就去跟徐慶元談說 議員你 你現在是怎麼樣 為什麼你要打馬 然後他說 你們在做營造 你們都沒有來拜馬頭 他以為社區營照 就是搞那個工程營照的意思 就是說你要分 要來大家要來賄 要來分 然後他說 你們做營照 竟然沒有先來分 先來談 你們就想做 那很好玩 這個是九七年 我在台東遇到的情況 為什麼要去台東做這個工作 是因為我很想去那邊做一些東西 然後把這些經驗帶回去堅持 帶回去我的部落 做我部落的就是重建的工作 那我在離開台東之後 我就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考上清華大學的人類書 那我考清華很簡單 因為清華離堅持很近 我可以騎得的話 就回山上 所以我沒有考慮台大 沒有考慮政大 等其他學校 就是我要讀清華 然後我就去路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那邊待了四年 然後做了很多部落的工作 那這個是我自己大概的一個經歷 那我後來當然就是去彰化做環化聯盟的研究員 然後反國方式化 然後弄土堡的濕地、生態園區等等 然後就跑去成大念書 這樣子 跑去成大念書是因為 OK好 學妹好 我跑去成大念書是因為 當時台灣文學才剛開始 我是第二屆的博士 OK 那 因為我希望台灣文學這個新的領域 也許會比較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OK 那我希望原住民在台灣文學的發展沒有缺席 所以我就跑去了這樣 OK 那這個大概是我的一些簡單的經歷這樣子 那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說 我自己在看待這十幾年來 那部落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當然就是來自於觀光 我們大概都知道就是說 1995年台灣開始週休二日 1995年台灣開始14週二日 這個週休二日非常 對台灣的整個勞動跟所謂的生活型態 特別對休閒的這個區塊 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座年紀跟我一樣 或者是比我大的應該都知道 我們以前禮拜六還要上班天班 郵局啊之類的都還要再上班天班 那一直到1995年之後 才陸陸續續 其實它不是一次就實施 才陸陸續續的變成全面的週休二日 全面週休二日對台灣的 特別是都會的休閒情 它有一個很大的扭轉 那個扭轉就是說 以前因為只有一天的時間 或一天半的時間 你可能人跑不太遠 你頂多可以在都會的郊區 比如說屋萊或者是陽明山 了不起就是到東北角或之類的 就是車子可以比較進來回的地方 然後玩耍 你要想想 特別加上說 有塞車這種情況的話 那但是週休二日的話 它可以使得很多人可能 禮拜五晚上就出發了 然後它可以晚兩天的時間 禮拜天才回來 所以呢 也就是說遠程的 遠程的 就是說旅行 或者是說 所謂的偏鄉 偏遠地區部落的這種 這種消費 在九五年之後 就排進了台北 特別是以台北都會 為中心的這種消費的 這種進程裡面來 因為我可以跑比較遠 然後我有駕 而且台北又很塞 就是你上陽明山 你可能就是塞在那邊兩個小時 然後看到兩朵花以後 又三兩個小時下來 心情都很不好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 不太喜歡往都會的這些 就是有名的風景去走 他們就想說 OK我就是跑遠一點 而且我們發現 在大概九六年之後 台灣的休旅車賣的非常好 就是加上這些休旅車 或者是說吉普車的 那種所謂的車隊啊等等 它造成了一組 一種像戶外走 然後的這種風潮 那原住民在這個風潮之下 他不可避免的 越來越多的部落 他創造很多很多部落的彩色想像 那個想像就是說 在過去可能靠山吃山 只能夠務農跟種田的情況之下 從來沒有人想過說 今天可以不靠能力賺到錢 怎麼做觀光 我們來做觀光 我們來賺他們的錢 可是這個動力 其實這個發球權 並不是掌握在原住民手上的 因為基本上 百萬之八十以上的原住民 都是農民 就是一級的生產者 他們其實是沒有 我們知道觀光無煙沖產業嘛 它是一個最高級的 一個 一個 算是說 消費的排行 它是在比較上端的 你怎麼樣子叫一群 拿出頭耕田的人 然後同時去經營 一個最高層的一種 無煙沖的休閒觀光產業 這裡面有矛盾的 這裡面有矛盾的 那我等一下會用正希法的例子 來跟大家講 這樣的一個事件 發生在95年之後的報紙上面 那我等一下再說 那我在這裡有先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就是說 整個資本主義在 就是說 在現在的 呃 台灣跟現在的整個發展之下 我們都進入到了一個 全球消費的情況 那你可以看看 你的參數上面的食物就知道了 那你吃的東西 可能就是 你可能是吃智利的櫻桃 你可能在吃的是韓國的蘿蔔 然後 我們的東西已經都全球化了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全球消費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 原住民在這一波的消費裡面 他們沒有缺席 因為呢 異文化或者是說 那種奇風藝術一直是什麼 主流社會 這個主流社會 包括白人 然後也包括 台灣的漢人 甚至現在 加上一個所謂的路客 就是他們都是怎麼樣子 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台灣的所謂的特色 而台灣事實上也是如此 在經營跟行銷 所謂的台灣意象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從日本的包機 直接在花蓮機場降落 在機場迎接他們的是什麼 阿美族歌舞 然後從中國的船 福建的船 輪船 那種 游輪 然後 開到台中港的時候 他們包船來台中港 你會發現在台中港物局 外面唱歌跳舞 歡迎他們的是誰 還是原住民 也就是說 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多國外的遊客 在認識台灣的第一個 異象的印尼局 其實就是原住民歌舞 所以說 林住民其實他們 他們說來也蠻悲哀的 就是一百年前 他們用歌舞去迎接日本人 那五十年前 他們用歌舞來迎接蔣介石 那現在二零一二年 你們應該看到了 前一陣子 在日月坦 他們用歌舞 扛著陳雲林 就是把他當成大棚木 然後扛著他迎接他前來 那 所以 這個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就是原住民歌舞 他的一個政治 他的政治性 他的複雜性 他怎麼樣子作為一種 介面 作為一個介面 這個其實還有很多可以談的 但我現在不談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談一下就是說 在整個全球化跟消費的情況之下 原住民的 其實原住民很多東西 其實無所不在 你們看美國的職棒 原住民的符號 原住民的圖像是非常多的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 我們在台灣其實也 也越來越普及 比如說你們可以看 像那個 上次那個 納智傑 就是 育龍的那個廣告有沒有 他是用季小均的歌 然後你們可以看更早期之前 那個 手機廣告 台灣的手機廣告 或者是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那個 無緣無緣 大家來做會 那個啤酒廣告 是在蘭嶼拍的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印象 就是在蘭嶼拍那個 啤酒廣一般例如 只能原住民就是 進入到台灣的家庭生活 進入到你們家的客廳跟 貨室裡面那個小框框裡面 它其實不是那麼遙遠 它其實不是那麼遙遠 那但是這個也讓我們 認識原住民怎麼樣子 變成某一種的碎片化 零碎化 那就是看一些 一些 補分補分 然後看他就是 一些外部這樣 就是跟我 關住人就是這樣 這也是有他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原住民部落的風貌 然後祭典、圖騰、服飾 甚至原住民本身這個人 他們都變成現在消費市場裡面的一個符號 或者是一個消費的產品 然後在現在的台灣學術領域 在台灣的藝術領域 然後被大量的消費跟使用 特別是說在1989年之後 台灣進入到所謂的四大族群 這樣的一個主流論述裡面來 所以呢 因為政治正確的關係 不管怎麼樣子 台灣在講族群的資源分配 在講比如說委員的代表 他們都一定要怎麼樣子 要求一定要給原住民 一定要給原住民 不管是公事 那或者是說 你們可以看到 這兩天立法院有通過衛武營 有高雄衛武營 那個文化園區的委員 然後評審委裡面 裡面的那些委員裡面 他也要求就是要加入客家跟原住民 也就是族群比例或族群代表制 這個是台灣的一種政治正確 族群政治的一種 我們可以看到齁 的一種膨脹跟一種 一種現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它有一些特色 它的特色是什麼 快 然後新 你現在才拿iphone 4s 然後呢 你現在已經在笑想iphone 5了 可是你iphone 4s已經 已經已經是非常非常好 然後已經是很炫了 可是呢 你還是會覺得說 如果有iphone 5的話 可能會更好 這是一個消費時代的一種特性 它會不斷的製造 讓你一種匱乏的狀態 讓你覺得說 你好像永遠都缺少什麼 然後你永遠都被什麼 大量生產的商品 透過廣套 透過包裝 然後呢 又使你去做這樣的一個消費 然後因為它叫做潮 因為它跟得上時代 那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這樣的一個快 然後呢 很準 或者是說這種 這種球星球變的情況 是在原住民文化這樣的一個傳統 面對到一個現代消費短期 然後又不求 就是說不求了解的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這兩個火車頭對撞 會撞出什麼東西 我們會發現齁 在原住民的部分 如果說它沒有辦法變成商品 它的文化的產品的部分 如果它沒有辦法變成商品化的 大部分都會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被消失掉 也就是說 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最後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可以賣的東西 可以在這個資本主義的潮流下面 存活下來 那我等一下會講 什麼叫做商品化的潮流 什麼叫做可以留下來的東西 我等一下會用正希法律力資深答案做解釋 然後我在這裡 稍微再跟大家講幾個前提就好 就是說 台灣社會其實非常的期待 就是說 我們某個部分上 其實就是窮的只剩下錢 然後呢 馬英九執政之後 我們可能又更慘 就是我們可能窮的 連錢都沒有 那我們在整個台灣的主流的意識型態 跟對所謂生活幸福美好的這些想像裡面 其實是以物質 以經濟收入以GDP來做什麼 來做資本安慰的 或者是來安慰別人 那可是這個是一個很快速的力 歷史表現跟歷史狀態 我們一直都覺得說 欸賺大錢 在這裡是怎樣 越快來賺錢 是越好的錢的事情 這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 我願意把錢拿去投資產業創業 他寧願拿去什麼 炒房地產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都會以為說 OK 社會的發展就是什麼 就是經濟或者是收入的成長 經濟的成長就是怎麼樣 就是人會過美好的生活 大家可以想想 美麗灣就是這樣搞出來的 東海岸至少有30個BOT 從東北角一直到三仙台 大概現在至少有30個 就是BOT岸 正在等待著開發 非常的可怕 那為什麼呢 因為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某個部分上 原住民自己 或者是原住民民代表 都會認為說 我們要怎麼樣子 過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用原來的方法 比如說做有金融業 就這樣方式 太慢了 太慢了 那要怎麼辦 把財團引進來 然後呢 蓋一些Vila 然後呢 蓋一個美麗灣 然後呢 你們不要種田嘛 那個很探某錢 你們就來美麗灣工作 子子孫孫都來這裡面 就是做服務生做服務員 媽媽來這裡唱歌跳舞 小孩子 比如說弟弟妹妹來這邊 當服務生 這樣子就可以養活你們 你們可以靠美麗灣 那 這個是一種 主流的社會 主流的社會 就是說財團 資本家 灌輸給很多弱勢 偏鄉地區 的一種什麼 一種迷思 可是我們要反省跟警覺的地方是 事實上 所有的偏鄉的民意代表 包括國光實話 包括國光實話 大成 方越的鄉代表 包括鄉長 為什麼要 為什麼會要國光 理由也非常簡單 我要發電 我要發電 水泥化 就等於台灣現在發展的同意值 就是要很多很多的水泥 工廠 進駐 那 這個是我們整個主流社會的 我覺得比較危險的 所謂的意識形態 那 事實上 在現在非常多的原住民偏鄉地區 甚至是農村 你會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校群觀光 都在校群觀光 可以帶動人潮 帶動前兆 然後呢 藉以翻身 可是台灣真的有那麼多的 就是說觀光的能量 台灣真的有那麼多觀光的特色 然後台灣真的有那麼多 懂得擅長進營觀光的人 這個是我們可能 在現在的整個社會 一昧地往這樣走的方向裡面 我覺得說 或許有些地方是該踩煞車的 那 在這樣的一些消費或觀光型態裡面 有一種觀光是比較特別的 它不同於生態觀光 不同於古蹟的這種觀光 然後 那它是什麼? 它是人的觀光 通常我們把這種看人 特別是什麼藝文化的或者是原住民 這種觀光叫做什麼? 叫做藝族觀光 那一族觀光就是我們到一個跟我自己不一樣的族群的地方啊 我去那個小谷 然後比如說到烏來 我到少族 日月潭那邊 那我去參觀他們 我去參觀他們 所以這一族觀光裡面我們知道 除了看他們的房子 然後看他們的一些文物 最重要的是什麼? 看人 最重要的是要看人 那 為什麼我們要 你們會想啊 就為什麼我們要花那些錢 照提花那麼落後的一群人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這種差異化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一種 自我認同跟自我的再肯定 我們想想 如果大家有看過 吳達利拍的一部紀錄片 叫藍語觀點 你們會在藍語觀點裡面看到一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什麼? 很多台灣的歐巴薩 然後看到那個春帝智庫的阿公 或者是說看到那些原住民 就是達物主的阿嬤 然後在那邊賣東西 他感覺 5塊 5塊給你 就是他會丟錢給他 透過賓智庫 然後呢 透過這種文化的差異 我觀賞他 我覺得他很可憐 我丟10塊5塊給他 我們 我們在創造某一種什麼 社會的優勢跟自我族群的什麼 一種白人認同 因為我們比較文明 我們比較什麼 我們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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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幼稀 那所以看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喜歡去看落後的人 我們會想要去 喜歡看蠻荒的東西 那是為什麼 那是一種文明的自我再肯定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再肯定 我們界定了 一種比較簡單的二遠對立方式 就是野蠻文明 然後落後進步等等 那所以我在部落裡面 我想很少有人會說 欸你們跟現在還沒水沒電 然後你們很進步的 大概如果有人會這樣講 一定會不然 要不然的話 他是絕對的 就是左到極點的反思分子 那我們都會覺得說 甚至你到那邊 你會覺得說 他什麼 2012年的你們這邊還沒有 你們部落還沒有電 你會覺得說 他媽的這個政府不曉得在幹什麼 你會覺得說這政府實在是 什麼很爛 大不為的政府 或者是大無為的政府 也就是說 我們會把這些水電 然後我們會把很多科技 把很多新的東西 當成什麼 這個地方發展的指標 當成文明的什麼 文明的一種象徵 所以說 當我們在這種二元對義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子 拉近這些落後的三地 或者落後的偏鄉 走向我們所以為的美好 其實就是什麼 給他更多的什麼 現代化的東西 可是當然相對的 這些原住民部落 為了要走向現代 他要付出好幾倍於我們的代價 比如說他們的青年 必須要怎麼樣子 就是離鄉 然後呢 家庭會面臨到什麼 隔代教養 家庭滑解 這種種的問題 離鄉之後 年輕人混的會比較好嗎 未必 大部分他們在都市 因為學歷的關係 在80年代以前 他們學歷都不高 能夠做的都是3K產業 低勞力 然後呢 就是說很粗重 然後高危險的工作 這個是他們 然後在這些工作 做完之後會幹嘛 你要就是斷手斷腳 坐車床 就掃幾根手指頭 然後就是當混工摔下來 然後在那個沒有健保的年代裡面 你會發現這個流離失所 除了就是文化不能夠銜接 文化不能夠銜接以外 我們還遇到什麼 部落的青年 什麼空洞化 然後呢 部落陷入一個更嚴重的貧窮化 這個是我們在整個要走向文明 然後所付出的種種的代價 這30年來台灣的原住民 基本上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只是說到了90年代之後 他有另外一個 不必要到太平洋上去抓魚 不必要到 你們知道嗎 101台北101大樓的最後 是誰蓋的你們知道嗎 是不能主 因為連外勞都不敢上去 他們說太恐怖了 聽那個風的聲音腳就軟了 真的 外勞說那個太恐怖了 那個你知道 在101層蓋屋頂 那個真的很恐怖 因為真的是那個光是崩 你就會腿軟 然後是布農族蓋的 他們把那101蓋起來 所以說你會發現 原住民其實他們在台灣的 最高的陰價上 最遠的海洋跟最深的礦根 在整個80年代之前 他們付出了非常多的勞動 但是在90年代之後 他們對於發展 對於經濟 對於賺錢 有了一個新的期待 那個期待就是什麼 就是觀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或者要來問一個東西 那觀光是要發展什麼 你是怎麼發展觀光 是誰 是誰在到好處 你一直要說觀光 到底是誰可以看到好處 連後是什麼 觀光都沒有問題 觀光一定可以帶來一些問題 不管是人客 或是說很多人酒的問題 等等唱卡OK的問題 等等 他一定跟社群原本的文化 是說他的生活習慣 有些穿分 連後主要就是說 部落的這些人 他們在面對這些社區的 種種問題之後 他們有沒有辦法自己產生一種 Balance 他能不能產生另外一種機制 來回應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這些是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的 好嗎 好